大家每逢GG3期待全新一周汽油售价的忐忑感 可能就要成为历史 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部长 都此里韩沙在努丁透露 政府正在探讨新的燃油报价机制 不排除从每周报价改为每天报价 政府自从2014年12月采取油价自由浮动机制后 两年内有接近80家小型油站 撑不住油价跌势面临倒闭 因此韩沙在努丁认为有必要改善现有的机制 寻找一个能让油站业者和消费者都受益的双赢政策 从每星期忐忑一次变成每一天都要忐忑 相信消费者很快就会对汽油价格麻木了吧